你觉得昨天的上升是否虚火 以及你怎样比较恒生和汇丰两只股份的表现 我觉得昨天的上升是非常之不合理的 当然在远途表 就是撇除昨天上升的角度 你见到恒生银行整体都是一个down trend 你见到派发的力度以一只这么尊贵的老牌股份 深受我们很有钱的长辈的庞大资金支持的老牌公司 但是你会见到自从今年2月开始 是滋滋重阴足跌下来 你见到这种有钱人是欢迎的股份也这样跌 明显你见到沽售力量是十分之庞大的 沽售也不无有因 这个OK 好了,那刚才就是说 其实你见到我开宗明已经见到我颇为 即是根据客观的事实 那我都颇为汇丰的这个 还是你见到我的乳是非常之不维护恒生的 好了,那道理何在呢? 那我们最好就是通过一系列是相同的对比 譬如刚才汇丰我说的正式差非利息那些 那我现在就将exactly是这样对比的方法读 大家就知道什么事了 好,那首先呢 恒生的正利息的增长就去到4% 而非利息收入呢? 你没有听错,我没有吃错药 它的非利息的收入是倒退52.5% 不是5%,是52.5% 远低于彭博预期的正6.8% 那为什么跌到那么疯狂呢? 那就是因为它其中 就是它归咎于是 investment product的销售是不行的 但是我一直在想就是 你妈妈汇丰我估计都有销售investment product 我一直在说 是不是你恒生的那些经理 transverse 了汇丰那里 或者我说笑这么说 你跌52%我真的觉得很惊人 而当然,你顺带都说过 其实它在那个所谓的 受险的所谓的亏损 是因为利率变动那个规算 这个和投资收益那个规算 亦都是输了21亿的 好了,刚才说过 汇丰控股的需要银行 是升了10.9% 那它在这个需要银行 恒生就跌了3.7% 财富管理呢 刚才说过 汇丰是持平的 但是呢,恒生银行 是倒退25% 不是2.5% 再重复一次是25% 好了,而计题的角度 刚才说过 汇丰的体量 一定比恒生不少 但是呢,汇丰也是撥备 三十几亿 就算港元 但是呢,区区间 恒生银行 它撥备了是20.96亿 远高于彭博预期的5.13亿 这个最主要的原因 就是因为内房的撥备 和看样子一定撥备得不够 这个 不良贷款比率是1.92% 远高于市场预期是1.08% 这个 最后呢,股东权 恒生银行 一直是引以为傲 股东权益回报 现在轮落到4.7% 远低于它昔日均率是10-15% 这个 好了,那读完了 大家可以看到 所以呢,其实呢 恒生银行在我心目中呢 昨天的上升是根本完全 一点道理都没有的 这个 当然了,你今天可以赶 现在股市也是迅速迫近 刚才我所说的禁忌价位 196的价位 这个 你可以赶是因为恒生指数跌而下跌 但是我又想问一下你 现在这刻每风控股 有没有跌2% 现在只是跌1% 那为什么恒生升就升得少 一跌就跌得那么金 这个 所以我觉得除了整天赶指数的因素之外 会不会其实我正在读这些数据的独性在发作呢 那大家可以试试一下 那譬如说 你刚才也提及就是 因为很多人曾经都很喜欢香港的银行 跟他很有感情 甚至现在都喜欢 是的,那真的持有的投资者 你觉得应该如何处理呢 其实我个人会觉得 如果是有恒生银行的人 可能要考虑一个自己考虑的时机 因为时机不可以我帮你去分析 就是这个 你自己掌握的时机 去换其他的银行股 换其他一些比较你觉得是稳定的银行 那我觉得相对会比较好一点 因为 其实要面对现实的 我觉得 因为我很难想像一间这么老牌 兼是在香港人心目中 甚至到现在这一刻 都觉得是一间良好的银行 为什么这些计划可以跌得这么恐怖 这个 特别是说 因为你是同气年资 跟你妈妈是同气年资 这个 汇丰股股是他妈妈 这个 为什么你妈妈可以做得这么好 这个 而且大家斗公平 大家在香港也有不少业务 这个 汇丰重仓区也是在香港 为什么跟妈妈相差那么远 那我会对于银行的管治 或者是整体的 performance 我觉得来说 会有很大的疑问 所以 我会觉得 可能趁机会去换一换 可能会好一点 是 这个朋友就说174元有货 其实他就收了几年息 收完息 算了 就是 深水很清 大家都会算了自己 排除了收完息之后 成本 是的 但是都是在亏一成五 他说 应该亏住走 是吗 我只可以软转说一句 这个答案很简单 可以直接一点 我们的观众可以承受到的 很简单 就是软转而直接说一句 亏损一成半 在香港或者美国 就是 香港二千只股票 美国一万只股票 加上到一万二千只股票里面 他说一只股票追回15% 收息年股价是15% 我相信也不算一件难事 是的 那已经回答完了 你明白吗 就是你觉得 他不如现价走 你都会建议 你可以去换马 当然 我觉得要平衡你一换一 就是你剪掉的 可能你分段款 或者是一次性 换下去一只 你觉得有机会一年的角度 拿回10-15%的股份 我觉得可以考虑的 因为最后远转的一句就是 在数换的角度 如果你亏损一只股票输15% 理论上一只股票由你的本 返回到17-18% 已经是走和了 但是万一 你要等到股票输了25% 或以上你先去cut loss 然后撥回到另一只股票 你输得越厉害 你只剩下老本去追 所以你的百分就越要求越严慌 总之一句就直接说一句 不要让股票不断跌得来 不断温水住你 不随选来 不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